今天跟大家分享五种吸睛的面向 第一个是额头宽阔饱满 额头在相学当中 代表着一个人早年的运势 早年的祖阴 出身家庭 环境 以及智慧 眼光 格局 包括智业前途 都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一个人的额头 长得宽阔饱满 光滑平顺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头脑聪慧 有着很强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目标感非常的强 而且格局很大 考虑问题的时候 目光放得很长远 而且出身家庭环境幽默 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 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贵人的相助 只要稍作努力 就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吸睛能力是非常的强 这是第一个 额头宽阔饱满 第二个是眼睛细长 眼角弯而深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透过一个人的眼神 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想法 心肠的好坏 是否脾气和秉性 如果是一个人眼睛长得细长 而且眼角的部位向下弯而深 看上去如同弯钩一般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头脑非常的灵活 反应非常的快 个人能力也比较强 做事灵活多变 凡事都要深思熟虑之后 才会去行动 做事特别的细致 收入状况也非常的好 不过这种人大多数心机颇深 喜欢算计 不受人欢迎 容易因此招致失败 这个需要多加注意 是一种大成大败论 这是眼角带勾 眼睛细长 第三个是拳骨高龙 拳骨在面向学当中 也是拳力之骨 拳骨代表一个人的掌权能力 控制欲 个人能力 包括职场当中的能力 都可以从拳骨当中看出来 如果是一个人拳骨长得比较高 并且有肉包裹 那么这种人的事业心非常强 权力欲望都比较旺盛 性格强势霸道 做事果敢而决绝 有胆有失 个人能力非常强 凡事都喜欢将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懂得审时度势 目标感非常的明确 为了达到目的 敢于取舍和牺牲 容易获得不错的权势和地位 获得金钱的机会也比较多 不过稍显固执 稍显强势 容易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人际关系不是很好 这是需要多注意的 第四个是 准头风浓饱满 鼻梁高挺 鼻子在相续当中 也称为财博公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行 是否端正 财运的好坏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理财能力 和理财意识的强弱 如果是一个人鼻头 部位长得风浓饱满 鼻梁高挺拔 而且鼻翼宽厚饱满 厚实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意志力 非常的坚韧 内心非常的坚强 做事不喜欢中途放弃 而且特别的正直 善于忧愧 能够处理身边人的人际关系 理财能力也非常的强 财运出色 获取金钱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即使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够做到一辈子钱财无忧 不缺钱花 这是准头风浓 鼻梁高挺 这是男人的财博公 第五个是两耳扩大 润泽明亮 耳朵在相学当中称为采听工 为慎之外翘 是主智慧的 代表一个人的财力福气 如果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扩大 厚实 耳色的润泽明亮的话 大多数智慧比较高 考虑事情周全 形势比较稳健 做事踏实稳重 非常的值得信赖 而这种人的眼光也是非常的敏锐 善于发现并把握商机 在事业方面容易取得不错的成绩 这个金钱运非常的好 即使不能大富大贵 也能够一辈子衣食无忧